关于寒流的消息,最容易放在一起比较的就是三大赦,SM、YG和JYP,而三大赦方方面面的不同,也让这些比较充满了乐趣,之前小窗口给大家盘点过三大赦的招牌动作,分别是SM的马布、YG的原地解散和JYP的杂技和擦的,感兴趣的可以翻翻之前的帖子。 最近看到了一组很有趣的图片,如果让三大赦用一个普通的杯子做企划,会做成什么样子,以及观众的反响会如何,真的是很写实了,下面正式开始,三大赦有一个杯子,要用这个杯子做个预告,这个杯子真的非常常见,也没有什么装饰和花纹。 三大赦会怎么做呢? JYP给杯子加上了各种贴纸,还给杯子加了两个微笑的眼睛,有趣的是配图的文字,要做出之前没看过的,兼具专业和力量的独特的样子,还要保持一贯的魅力。 而大众的反应则是JYP太过保守,有点吐气,这也是因为JYP的风格大众性强,比较接的气。 YG一直都是走的高冷路线,那么这个简单的杯子会怎么用呢? 这个处理真的非常YG了,加一个黑色边框,两侧掉成不同的滤镜,右下角加上YG的标志,左下角加上回归的时间,下午6点,不得不说,真的感觉高大上了不少。 而大众的反应却丝毫没有注意到这个预告照,重点全都在于,YG终于又放人出来了,打开了宝石盒。 这都是因为YG很少放爱豆出来,YG的爱豆门空白期都超长,至今还没有例外。 SM的风格一直比较前卫,有时大众会难以理解,比如最近被备门的心躯由于大众性不足一直被批难听。 那么SM如果拿到一个杯子呢? 失手打碎了杯子,于是拍了一堆碎片,背景是一张报纸。 大众的反应是,啊这次的风格好期待,应该会大祸吧? 以及为什么打碎了杯子,与世界关有什么关联吗? 后面报纸上写了什么? 这是因为SM的MV总是蕴含一些意义,也总是会被过度解读,与当下的一些事件联系在一起,不相信的可以搜备备们各个MV的解析。 三大赦的对比是不是很有意思呢? 对比吗? 三大赦 男的小赦